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加他等于9 这一条边他加他加他等于9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三条边每条边上的核都是9 那三条边所有的加起来是多少 3乘以9等于27 来看一下我们是要填1到6这6个数字 对吧 那么1到6这6个数字相加是等于27吗 1加2加3加4加5加6 来头尾相加 1加6等于7 然后正好是三组 那么就等于3乘以7是21 来看一下 让我们填6个数字 这6个数字的核是21 但是 却让我们使得这三条边每条边上的核是9 三条边每条边上的核是9 那么三条边合起来不就是3927吗 哎 怎么会差了一个6呢 我们来看一下差在哪里 看一下这里还有我的痕迹 小点点 一条边加一条边加一条边的时候 有哪个位置是重复加了的 来 这里我点了两次 对吧 所以这个位置重复加了一次 这里我点了两次 所以这个位置也被加了两次 这里我点了两次 所以这个位置也被加了两次 我们要填的是123456 核是21 但是由于这三个位置 各多加了一次 所以导致我最后的核变成了3927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三个圆圈的核应该等于几啊 这三个圆圈的核就是 我多出来的这个27-21等于6 那么来看一下在123456这6个数字中 哪三个数字之核等于6啊 哪三个数字之核等于6 只能是谁 123对吧 那么6等于1加2加3 所以这三个我圈出来的红色圆圈 只能填123 123 那么接下来再来填其他的数字 来 1加2等于3 这一条边上要使它的核是9 还差几还差6 2加3等于5 这一条边上要使核是9还差几还差4 1加3等于4 这一条边上要使核是9还差5 所以来看一下123456多填好了 然后也满足每条边的三个圆圈的核是9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你来看一下我填的时候其实是很随意的 画的小一点 我这里填的是123 对吧 我可以随便填啊 312 可以吧 如果我这么填的话 来这里 1加3等于4 所以这里应该填5 1加2等于3 所以这里应该填6 3加2等于5 所以这里应该填4 你看 不同的解法 对吧 那我再换一下 可以 所以这个题有很多种答案 那么同学们回去之后 也可以自己再写出来两种和我上面两种答案不同的答案 那么这就叫数学开放题 虽然让我们来填 但是答案并不是唯一的 我可以填出来很多种 都满足我的提议 只是填了1234566个数字 而且每条边上三个圆圈之和等于9 只要满足这两个 那么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题目就属于典型的约数不足 或者是条件不足 没有给我们更多的约数 所以我们的答案其实有很多种 对吧 好 接下来来看一道举一反三的巩固联系题 把1到88个数分别填入图中的8个圆圈中 使每个圆圈上5个数的和都等于21 和刚才一样的 来 左边圆圈中上5个数 和是21 右边圆圈中5个数的和是21 那么一共应该是21加21或者是21乘2 对吧 等于42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填的是八个数字 从1到8 那么这八个数字的和是多少 来 1加8 头尾相加是9 一共正好可以分成4组 对吧 所以等于4乘19等于36 来看 我填上1到8这八个数字 它的和只能是36 但是我要满足 哎 左边这个5个圈 只和等于21 右边5个圈只和等于21 他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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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于21 他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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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于21 来看 两个21相加是42 多加了多加了哪里 很明显是这个圈 这个圈我算了两次 这个圈我也算了两次 对吧 那么这两个圈的和 就是我多出来的部分 多出来几 42 减去36 等于6 所以这里两个数相加等于6 来看一下12345678周 哪两个数相加可能等于6 2和4可以 1和5可以 还有吗 没有了 所以这里可能填2和4 也可能填1和5 有个同学说 也可能填5和1 哎呀 对 是吧 因为约束条件不足 或者说这是一道数学开放题 所以我们这里填1和5或者是5和1 这就变成两种答案了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使每个圆圈装5个数上的核都等于21 所以来 先看这一个 左边的这个大圆上的5个小圆圈来 1加5等于6了 对吧 所以这三个圆圈相加只能等于几 21-6等于15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除掉1 除掉5以后 还有哪三个数相加等于15 哪三个数相加等于15 7加8等于15 不行 对吧 因为要三个数 那么我就把8拆开 拆成2和6 可以吧 那就是2加6加7等于15 所以我是267 可以吧 有个同学说你这里可以填672 627都可以 所以这就是数学开放题 没有唯一的答案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圈里 右边的圈里同样的道理 这三个圈相加也是15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6我是用过了 2用过了 7用过了 所以还剩几 3 4和8 3加4加8等于15吗 3加4等于7 7加8等于15 正好 所以这里是3 4 8 或者是8 3 4 8 4 3 都可以 所以你看 中间是1和5的时候 这一个圈里我有多少种填法 很多种填法 对吧 答案不为一 那么当然还有第二种情况呢 中间是2和4的时候 对吧 来中间是2和4 是6 所以这三个圈 所以这三个圈相加等于15 来 现在2和4已经用掉了 来 在其他的数字中 找15 7加8等于15 但是不能两个数字相加 要三个数字相加 所以把8可以拆成3和5 可以吧 那么就是3加5加7等于15 可以吧 那么537也可以 753也可以 735也可以 很多种答案 对吧 现在357用掉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右边这三个圈 相加应该也等于15 对吧 现在还剩下16和8 相加等于15吗 1加6等于7 7加8等于15 可以的 那么这里就填168 或者是618 或者是816 或者是681 都可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 它的最主要的两种情况区分在哪里 一个是中间填1和5 一个是中间填2和4 反正中间两个圆圈的核肯定要是6的 对吧 所以两种情况 要不然填1和5 要不然填2和4 所以这是两种大的情况 那么在每一种小的情况中 很多种不同的答案 这两个位置换一换 这两个位置换一换 或者三个位置调换一下 都可以的 对吧 或者这两个数字调换一下 也都可以的 所以答案有很多种 那么同学们回去之后 可以再自己填出来 三种啊 或者是四种 和我上面两种答案不同的答案啊 可以自己再来填一填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不要把所有答案都填出来了 其实我们只要掌握这种方法就可以了 因为数学开放题 可能像这种类型的题目 特别是这种树阵的游戏的题目 不会让你把所有的可能都填出来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会填其中的一种 两种或者是多种 最基本的会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王牌例题三 在一次羽毛球比赛中八名运动员进行淘汰赛 最后决出冠军 问共打了多少场球 两名运动员之间比赛一次成为一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羽毛球比赛在这里是进行淘汰赛 对吧 八个人我可以 每两个人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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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组之间先进行PK 对吧 打输的就退场了 对吧 打赢的就留下 那么这样的话 八个人分成了四组 那么每组间是一场比赛 那么要比四场 四场以后 四个输的人就淘汰了 那么四个赢的人回来 四个赢的人回来 我又可以分为两组 对吧 然后进行两场比赛 输的人走掉 赢的人留下 所以再进行两场 最后还剩下两个人要 进行总的决赛 争冠军 对吧 那么这两个人必然要打一场 所以再加一 等于几场 等于七场 那么当然这个题 还有第二种方法 我们可以来想一下 打一场比赛淘汰几个人 打一场比赛淘汰一个人 对吧 我和你打 如果是你输了 那你就被淘汰了 如果是我输了 我就被淘汰了 对吧 所以每一场比赛会淘汰一个人 现在一共是有八个人 我只要最后的冠军 一个人 所以我一共淘汰了几个人 八减一 等于七个人 我一共淘汰了七个人 淘汰一个人需要打一场 我淘汰七个人 就需要打七场 是吧 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角度 都可以来解这一道题目 那么这也是数学开放题的一个特征啊 也就是思路是不固定的 你可以从多种角度来思考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 举一反三的巩固练习题 在一次足球比赛中 采取淘汰制 共打了十一场球 最后决数冠军 问有多少只足球队参加了这次足球比赛 最简单的方法来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 什么方法 打一场 淘汰一支队伍 打一场 淘汰一支队伍 现在共打了十一场球 所以淘汰了多少只队伍 淘汰了十一支队伍 对吧 把这一十一支队伍淘汰了 是为什么呀 是为了突出最后的这一个冠军 所以还有一支队伍是冠军 那么一共有多少只足球队呢 就是淘汰的十一支 再加上最后留下的一支冠军 一共是十二支足球队 然后写上完整的大域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啊 像这种类型的题目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 对吧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认真的去思考 哎 冠军打到最后 到底是全场一共进行了多少场比赛呀 我们好像没有认真的思考过 对吧 但是经过今天的这两道题目 那么以后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 自己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 然后自己来算一算 一共打多少场比赛 才能决出冠军呢 我们下车的写面 有什么问题 好像有什么问题 我们下车的写面 我们下车的写面 同样是正好 然后 我们下车的写面